梁錦祥報告室今日有個特別節目,我們特別邀請郭博士 郭博士沒有跟你開麥克風很多年,有三四年 我們一直都很想找郭博士去問他一些現在我們很關心的問題 但內何的時間方面大家都未合得到,郭博士前一陣子你好像不是在香港 在英國,又在布吉,見你周遊列國,我見你 有些工作處理,順便去收拾一些錢 到了適當時,我誠意邀請郭博士上來 為何邀請郭博士上來呢? 第一件事,郭博士其實我們以前和他做節目的反應是相當良好的 很多聽眾聽過之後都說,郭博士很多學問 亦都很多關於現在這個世界的事情 他有一些看法,也有一些忠告給大家 但今次這個節目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是這個世界到了2022年的年尾 出現了一些很大的變化 甚至有戰亂,亦都有全球陷入糧食危機,能源危機 我們在香港都感受到,雖然這麼遠 譬如說這些物價加幅,我想很誇張 譬如的士加價沒多久,幾個月之後又說要加價 我想明年加價的浪潮也會來到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部分的時候,我們就和郭博士 談一談這個世界的大勢 我們不是去到武雷工那麼遠 但問題就是現在這個世界,經過了疫情 戰亂和經濟問題,你覺得現在地球陷入了什麼危機裡面 我個人看法,這個世界一向都是亂的了 但只不過是浮不浮出來,現在浮了出來 最大件事就是人為的多,天災無得避 但現在最大件事就是人為,但這個人為在過去歷史上 然後再縮小,一看就只有兩堆東西,一堆是東方方西方 再加上宗教信任問題,西方世界自己弄一堆東西出來 最簡單的舉一個例,猶太人搞了個猶太教 但耶穌也是猶太人,他又不承認耶穌 奧可密德又是猶太人,他又不承認他 是很古怪的,然後你整個馬赫斯出來 全部不相信,信我可以了,又是猶太人 就是猶太人來的,然後整個馬赫斯坦 搞完子彈出來,又是猶太人來的 然後世界危機,又搞個猶太人出來 做了擊手,專隊那些金融 現在在世界上是猶太人做的 他現在說追擊那個香港,兩個都是猶太人來的 是的,所以我以前年輕人做過一個研究 是沒有其他用意的,只有很中立的研究問題 為什麼希特拉當年這麼真猶太老呢?有什麼十言九仇呢? 做完研究之系好,如果我做希特拉 我不用他這樣的方法,我要消除猶太人的文化 跟著先走,他們全部被捕在這裏,沒有被捕出來的 全部被捕在這裏操衷了,大家都聽到市場上講 美國的政壇由太老操衷的,說到這裏不再講下去了 現在整個世界,東西方的文明衝突 全部都是神軍、神拳佬搞出來的 耶穌又不是基督教徒 武漢密德又不是伊斯蘭教徒 佛祖又不是佛教徒 老子又不是道教徒 做了一大堆東西,這些代理人搞出來的 搞出來之後就大件事了 現在各有各化,跟著你再社會一進步 人的貪欲更加要趨大,那些資本家是很聰明的 知道你的人性貪身忘舊,做很多不同的款式時裝 百花百門,只有我手邊看時間 怎麽用那麼多款的,你怕我電子錶不准嗎? 搞到現在炒了,大佬 我也是大電子錶 炒得很厲害的,有些錶 你是不是電子錶不准? 它完全是本末倒置了人類 這個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毛病 它又有動力給你,你貪求虛榮 你會有動力的 但你貪求虛榮的心過了龍 特別在權力那裏,你就慘了 我要做世界一哥 我要做強大的國家 你要做強大,你就是要打低人 動機不正確的 因為全部觀念上問題 所以你習近平叫些口號 說什麽強、什麽大 什麽全部錯過,馬克思 你要搞自己 要認為強大的時間 你就要把別人打成弱小 你不用這個方法,用什麽方法呢? 人家就沒有這個觀念 你不需要想強不強大 你看強大就希望人尊重你 我如果令到對方完善了他之後 他感覺到他的完善聲華 是我給他的方法 他只不然尊重你的 好像中國以前的文化,你周邊的 譬如這些是韓國、日本、越南 全部尊重你的文化 尊重你的文化 現在牙仔仔踢球 大家終於看到新聞 清潔到多乾淨 連Fever都尊重他 你付錢也買不到人的尊重 這就是馬克思的最大缺陷 好了,他再整個說無神量 馬克思最大缺陷就說無神量 神怎樣來呢? 實際是由人變出來的 我們民間有功德的 為何可以福德神你 有些是升你做城王 單帝那些便捧你上神台 你說無神量即是沒有了人? 全部是錯的 那你神的力量給他來呢? 神的力量是道德的力量來的 關公、救中心,那是道德來的 守信用一落千金 所以你共產黨搞無神 又知道些不知道些 即是叫做搞無人論 你一搞無人論 就是完全就是魔的想法 即是變成沒有道德的規法 是的,沒錯 什麼東西都亂來 但西方世界為何它的神又不同呢? 西方世界因為有一幫神棍 要搞這些故事 就利用人恐懼死亡 如果那些人不死 就沒有耶穌沒有天堂了 整個虛構故事給你 就說有天堂上 但到現在我們看回歷史 全部蹲在地獄等審判 還未上 但它在舊約的聖經講 是否我要信基督才上天堂呢? 不是 但部分的神分不講給你聽 人家沒有講過你上天堂一定要信上帝 不信上帝也開上天堂 但它這部分不講的 所以現在全部就是神分代理人搞鬼 所有現在世界宗教的戰爭 或者權力的戰爭 跟著現在近代搞些出來 就要搏出位了 左膠帶我們去包容 什麼都說四四六六拆掉它 又這樣又這樣 那便扶了戒 也沒有強人出現去領導我世界 大哥我看過悲哀的 世界多大領袖 每個都超過七張 還有些老人之外 無謂看拜登 即是你這些人都已經不知進退 男人最健康精力最好做事就是五十多歲 你有這樣的人生經驗 有這樣社會的威望道德 自不然是可以做到事的 但你整個七八十歲 不要說他老人之外 去到那個年紀的人就有很多Eagle的果汁在那裡 一想多東西他就不放手 死往一邊頸在那裡撐 現在特朗普這樣 是的 郭克成剛才你已經分析了 我們現在的中間 但你見到剛才我們提到幾個危機 你覺得現在哪個危機最大 譬如說打仗 打仗打不起來 因為那些是靠客 因為太多人做軍火 你不搞地緣政治 那些是燒不了的 這次最大的錢就是美國佬 他用幾百億來整殘你俄羅斯 多抵 他一年的軍費七千多億 都是目的搞殘你 現在用幾百億而已 你殘了 還可以吹大雞那麼多人來幫拖踩你 削弱你整個俄羅斯的力 他一枝獨秀 美金強得很慘 連倉底火燒了 然後拿你的戰場 試了很多立體戰 很多新的技術在玩 你烏克蘭那些傻仔 這是一個很殘忍的遊戲 個個去抽水 這個遊戲很殘忍的 但會不會最終打核戰 沒得打的 為何沒得打呢 我講一句笑話給你聽 除非美國佬主動打 美國佬不主動打就沒得打 一旦你移動 你全部分了 他的火力 幾十年內 你俄羅斯部署 哪個洞洞洞洞洞 中國部署哪個洞洞洞洞 全部都在這裏 全部包括英國座內的潛艇 全天候都要點到 只要收到禮物 不理你三七六一 肥蛋倒下核彈基地 很快 很快 告訴你是不是開玩笑 這些人都在做夢 是吧 因為你要按鍵打核彈的時間 你有個過程 要搬出來的 大佬 很多東西要動 不是就是按鍵 拿著手槍 扣雞也是 但他是已經最厲害的 因為在那個情報上 為何他美國厲害呢 情報上的特色 美國佬是靠視覺來收集情報的 所以它全部很多天眼很多衛星的 俄羅斯那邊就靠聽覺來收集情報的 兩大特色 所以它兩個發展的路線都不同的 所以你一講到天眼的網絡 就全部美國掃了 你差不多我坐在那裡聊天 口煙仔都能拍到的 是呀 就是看完你照片 加上都能拍到的 不是開玩笑 因為你也知道 我以前參與過蘇聯的工作 我也做過駐港的領事 是嗎 就是接觸的事情比一般人多 我生日1992年 已經叫我買一部手機 三個月不用充電 在海底收到 三萬元美金 軍用的器材來的 軍事的器材來的 我們外交部長 美國賣給我們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問我要不要 我老婆也在耍氣 她在蒙古那些大沙壁沙漠 真的沒有轉收器 就要行衛星 但她是厲害的 三個月不用充電 到我後期找了某一個國家的科學家 就跟我做了一個電池 就是一個星期內不用充電 一邊看電影一邊不用充電 那已經很有市場 我投資了少少錢做研發 即是搭單 別人在搞研發研究院的時候 我搭單 要不然做不到研究很貴的 搭單做完 研發出來 我打算找一間工廠做 在大陸 然後有腦有彈 不做得 那些一出街 四十八小時 抄了你 我就沒有做 你會輸 你會輸 所以就沒有做 所以到現在我這個兄弟 把他的專利 大家現在用手機不爆炸 那專利是他的 他賣了Sony Sony後來賣了給蘋果 所以現在手機不爆炸 就是那個系統 都是他發明的 現在他退休得很年輕 厲害 所以我們現在你說 你打這些仗打不到 為何打不到 我講一句笑話 中國不敢打仗 所以打不到 共產黨不是蠢人 共產黨他祖師爺 毛澤東交代過 不打沒有把握劇場 是嗎 是 空下你就行 大家計算數 你拖那幾隻蜜魚號出來 那怎樣打 蜜魚號 是嗎 是 你那些潛艇 是那些海底拖拉機 隆隆聲 那怎樣打 我打的 這個你一定要接受 不到你爭頸在這死撐 說什麽 說什麽沒有用 你說給那十億八億農民聽就行 你擺在世界不能說的 中國 他們盡量不要說話 一說話就有流動 一說話就會衰收尾 一說話就讓人知道你的虛實 現在美國佬動你俄羅斯 幫烏克蘭稱你的虛實 一稱你現在就知道你兒子底 但不要忘記烏克蘭真的好運 那些人貪污救了他的國家 當年他貪污 所有的道路就全部偷工鑑料 所以你俄羅斯人 他人數就把東西 全部掉進去 你不是看到六十公里停下來 那些路會倒閉 貪污救了他 很難 所以世界很滑稽 你真是搞定 戰爭是打不到的 但地元戰爭會打 美國佬會打地元戰爭 會打代理人戰爭 制衡中國共產黨 我收的情報 在南海發動攻勢 一鑊打殘器 台海無可打的 不打的 要打的話到台海那邊打 你直接共產黨賣不到的 你來多次軍機 來多些戰爭出來走 就給多些數據 美國佬收的 你越屈多 人家越知道你的虛實 大家記不記得畫面 人家坐在戰爭上 在那裡撅起他 喝啤酒看著李王勾勾 他們笑的 笑的 真是笑的 你叫你國防部長 魏先生來跟我辯論 你問他找甚麼打 怎樣打 打耕嗎 沒得打的 因為為何沒得打呢 他們美國人訓練那個 不用你信不信任你 或者不需要你忠不忠誠 只要你埋位 看著我那本小賊子去做 就打到的了 但中國不是的 你不相信 左手不信右手 所以他盯不到 等於你打足球 贏不到 因為你不肯交給他 他不信你 怕你射不贏 所以你不能打 我們基於這個論點來講 你中國不能打的 而且歷史上都是 從來文官不信武將 是很奇怪的 中國一向都是 你看看以前我們左中堂 收復新疆多慘 如果匯豐不借錢也收不到新捐 對呀 對呀 這個就是歷史 大家要記住 其實最重要是有沒有錢 那些官是想你衰的 那些官不是幫你想贏的 日本人打贏俄羅斯 都是靠美國人給他錢 對呀 這個大家要記住的 剛才你解釋了很清楚 真的知道了 但現在我們譬如說 有幾樣東西 你覺得哪方面危機最大呢 糧食危機都大些 因為現在它已經去到 全世界認為這種東西 日本仔都降級 跟普通流行感沒有分別的級數 即是叫你可以不利 但當然有些人 特意要擴大你 因為涉及利益 那個另類的話題 是他自己的事 你不喜歡跟世界行的 你不喜歡跟世界行的 你不要理會你的事 這些有些可以人為的 擴大來搞的 你將個小小的瘡仔 當你癌症來醫也行 你找個放大鏡來看 全部都不用做了 我們不評論他 什麼政策是他的事 總之我們不理他 我們香港人有權不理他 但我們講世界趨勢 全世界都是瘡仔 最厲害是你中國 人家不知道 這次他們很慘 一出到印尼開會 去泰國開會 全部都沒有人戴口罩 他身邊的除蟲都呆了 原來他們不知道 他們很狹窄 躲在單位走出走入 到處不讓人盯人 你都不敢到處去 你跟同事講話 都要申請 你為什麼走到隔壁敲門 說什麼 有一個監控這麼嚴 到現在他開放世界盃 他有些不播 就來看到畫面 每個人都不戴口罩 最嚴重的 原來我覺得 對 最嚴重的 為什麼人家說外國人 百毒不侵 我們中國現在還會 東亞病夫 每個人搞到這樣 大家都很丟架 在世界畫面 有什麼問題 反問糧食緊要 糧食應該會問你 但是 因為疫情問題 就算不評論的政策也好 作為一個小市民 其實我們怎麼保護自己呢 在這個防疫問題上 你當作什麼事都沒有就沒事了 很多朋友在外國都是中了一招 完全不服藥不服藥 幾杯水休息幾天就好了 去到這個程度 但我們當然 我們用我們的吸吹風油 萬金油 然後焗一焗喪 那就清光了 這個你講講 因為我覺得你好像這招都幫了很多人 你講講這個 很多個案在外國 因為試過在歐洲 曾經有個時間 醫院不收 沒有位置收留的人 你說中一招 醫院直接不收 那些學生在外國幾個國家 歐洲、英國、法國、德國 那些國家都有那些學生幫你貴佬 就教他們買了德國那些China Oil 有薄荷的成分的 就教他們照做 然後你用杯鹽水開了去浪口 休息喝多些漂亮的水 很快就好了 我幾天過了 我習慣了 他最緊要你不要給他 你沒有東西要壓制他 他都會繁殖到肺你是傷 你到喉嚨那裡 你立刻吸油 他就立刻 機制油 我停止了病毒不繁殖 我不是殺病毒 你停止他的環境空間 他不適宜繁殖 他後面那些病毒的神 我們對生命起源的力 不知是什麽力 我們只能用神代替 病毒的細菌後面那個神 一感覺到外面環境不生存 他會停的機制 等於這些地方乾淨 他自己停的 他一看到那麽多薄荷萬瘟 又吸進來 這裏不適宜生存 他便停了機制 停了機制 他自己的病毒 三幾天時間自己會死 你不動他死 你便沒事了 不是這麽複雜 但為何不做呢 我是國際的大醫生 幾個朋友跟我講 我們不能做的 郭先生 我說為何 他說這件事搞完之後 連感冒都沒有 變成那些醫生很嚴重的經濟 現在醫生靠那些人相公感冒來看 撿一下也撿一下一千幾百 大哥一個 沒有了很嚴重的 你說現在你發明這種事 不用通波仔呢 追殺你的 即是不用做手術 那些血壓衣不用賣 糖尿病藥不用賣 很嚴重的影響經濟 所以這是一個很殘忍的世界 但為何這次已經死這麽多人 那些人你不死那邊死得這麽老 你借病便當死了 你那些醫療設備又不好 那些空氣又污染 你沒有病行有醫院打個爛 你都中招 我告訴你 你不信你試試睡兩天去醫院 你好人好者 我包你的中招 有些老人家的心靈虛脅 現在死的多數都是老人的 但另外一樣 我們不肯證實 但又沒有人敢去證實 因為現在所有的疫苗 是寫明未經正式的測試合格的 提早用的 有多少後遺症多少剩餘引起呢 大家都不知道 知道也不會講 知道也不會講 但我們為何打足三口針呢 我又跟一兩個專業醫生研究 不要搞了 你那些疫苗是打病毒進來那裏 引起抗體 我當中招預早折住你 我們對沖了它 所以我教了那些學生 打侵完全沒事的 即是對沖了它 打即是沒有打 這是很深厚的學問 現在它的疫苗是 利用那些病毒原抗體打進來 啟發你的抗體功能 面液系統 但我即刻未打之前 我做了防禦措施才去打 打完之後即刻又再對沖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對沖方法 我教了很多朋友 合法的 合法的 你凡是做事 都要先想過有沒有犯法 合法你便做 突然變成我教你省稅 我沒有教你逃稅 沒有教你騙稅 沒有教你騙稅 我沒有教你騙稅 那就合法 我們做事 我們都是說 我搞對沖 把你那些疫苗對沖 就是以前我們古代 我當你疫苗就是唐門的毒藥 唯有化了藥 化了你 吹甚麼 是很簡單的 郭博士剛才提到 以你覺得全球糧食危機是最危險 全球糧食危機 我是1994年 跟匯豐銀行大班 搞了一個亞龍基金 在整個亞洲推廣農業建設工作 中國政府問過我們 為何你們做銀行大班 做生意 為何回來搞農業呢 我們因為看了一個研究報告 是美國做出來的 亦是聯合國確認了 即是二十多年後 全世界都有糧食飢荒 根據環境變化 生態環境 還有人現在每個都怪著做的行業 都是追求AI 那些化工 那些生命的元素 生物場的元素在發展 哪有人耕田 一定是糧荒 最近烏克蘭打仗是糧倉 現在將來反為俄羅斯最穩定 它長期都可以出口糧食 少了 中國大件事 所以最近這幾個月 大家看新聞 中國買了全球百分四十的糧食 為何它全共多 是否準備打仗 這個不知道 因為它可以打地緣政治的仗 你金仔北朝鮮一禁制 中國就比肥一金扯賣落稅 美國佬是已經部署了 是準備要打這場仗 就不是打核戰 還有打這場仗是很快的 我相信如果它東海打仗 黏了北朝鮮,黏了中國 不用兩個星期打完 非常精準的武器 不是開玩笑 有幾套東西未用到 有一個盲點 中國政府沒有想到 他們當自己很聰明 偷到別人的科技 又搞五支等等 我二十多年提過 警告給朋友在中國開會 我說美國佬 哪裏有這麽好彩 讓你偷到一些東西 如果我不想讓你偷的話 是啊 如果我不想讓你偷 可能會善你 是啊,聰明 所以先前他說 英國美國的機師去訓練你 中國機師 雙重駕碟 我懷疑 做完戲給你 拉他 其實他是不是放在樓裡給你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最簡單 如果美國佬想不讓你知道的東西 你是偷不到的 被你偷到的那些 是有人教你去偷 偷完就教你開廠 那你五支就很混蛋 他走現在玩六支、七支 是呀 人家一排PASS 你都擾搖過你五支 他們不做的 那成本重的 我們一早知道的 但為何中國都有人知道 高層有人知道的 我們提了他之外 他們都不收情報 但知道為何要做呢 多水分 那些仆街是國家的事 對不對 你看看他們多少人搞這些AI 搞晶片搞成 投資多少錢 捧捧捧 大陸 差一個問題在上面 譬如現在中國為何做晶片 一直都不見到有甚麼成效呢 做不到的 等於你叫鬼佬做中藥一樣 你沒有材料 你怎麼做呢 你叫我種花其心 你怎麼種呢 這個世界是各就各位的 你叫我月亮 就當太陽來下 宇宙的法則是各就各位的 你不要過界 你中國的長處 你做好本分 你永遠富貴 但你這樣就被人捏住個春袋 那你現在… 我不能玩你那套東西 你要求我幫你推銷 怎麼捏春袋 你便做大哥 你做十四號 我做十二號 跟你蘋果賣去亞洲 賣去非洲 賣去其他國家 我做 你先做十四十五你的事 別人願意讓你做的 你過了一個現象很古怪的 他利用你的財華幫你賺錢 他知道我有個朋友 冒充他的名牌 他去找他收靠他 你不要走 你和我分錢做 你照做就可以了 你還給你一個拉圣 配合你做假事 但他不告你 他不告你 你照常照做假事出去賣 我不告你合作 你別人離開你那些 你純粹是講那個利益計數 哪有加那麼多意識形態 又這樣又這樣 是嗎 加上你做 你想想新加坡 如果不是美國和英國 它有金人呢 新加坡 加上你怎樣花錢 加上你怎樣合法化這些錢 是嗎 你香港是最不值的 今天 這樣無端端卸掉給新加坡 待會我們都會討論這個問題 你認為這個糧食危機 可能會很嚴重 我們如果作為小市民 老百姓我們怎樣 有甚麼可以做準備 或是預防 沒得準備 你貴賣貴賣便便便便便賣 積局便房機 這是世界的潮流 是嗎 那是說你自己執山 好 如果你聰明些 你去別處住 去泰國實有米住 你去泰國實不會禍去越南 他那一年三做 不用耕耕 他一球耕下去就糟了 是嗎 你要走位 国博士其实你都觉得我们有必要要想想移民这件事吗 那不是移民,我叫走位,人是没理由输衰过那些小鳥, 穿小鳥都走来搬斗,哪里梁爽蹲哪里,人更加要灵活, 我时代不好的就走开,危邦不居,危地不居,危邦不入, 你要跟我天拗,这些是个人的事,我常叫人走位, 但我叫人走位去哪里,西商版纳,四百元租, 一日十多元有三餐丰富,你拿了香港的租户那边碰碌借, 还有现在你要记住,既然你去大阪区蹲在香港, 你不如回去西商版纳,离远的城市,空气更加好, 更加没有政治气氛,没有人影响你,一人少, 你自己不去搞政治什么事都没有,更加安全, 如果你退休息讲英文的,你透过那些桥板组织, 要求帮他们做义工教小学生英文,一个星期教两个钟头, 当你神仙恐怕,大佬免费,你还有江湖地位, 这个外国人士回来,还有农家菜食, 那些家长拿鸡给你吃,大佬你教他仔学英文,你明白, 那世界很好玩的,你不要给人干扰你,如果你真的要留在香港的钱, 你留在中国,找个好的地方,乐得安乐, 但我说是退休人士,年轻人就不对, 因为年轻人回到大陆输给本地人,你没有人物, 你起码输了,你又不会讲那些沱地话, 你回到上海也不行,上海也不跟你沟通的,他说上海话, 因为中国历史以来,地位主义,地位主义,地位主义, 很强,北京又不信得过上海人,上海人又不信得过北京人, 很强的,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向外走,香港没有前途的, 我可以告诉你,因为它没有了条件在香港, 你来香港做什麽没有了价值,你告诉你, 你来香港有什麽价值的,李永海声说, 抢人才,人才是抢不到的,如果是人才, 它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追求的价值, 我怎麽为你多两元钱,看你的面子, 那些人才是抢不到的,那些蠢材你就抢到, 谭耀宗这麽奴才你就可以抢到, 谭耀宗这麽名,谭耀宗这麽奴才, 奸邪的废物,它不是忠誠废物,它是奸邪, 刚才叫人家说再释法,星期一明天判, 那高端你都不等,你都跳出来, 我昨天开麽骂这个那麽多产,明天都宣判, 那麽就涉及到黎智英的案件, 请不请英国的御用大律师, 那麽现在今天明报,即是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 明报就头犯头条了,就说如果你要请的话, 即中审法院批议的话,那麽就释法。 那麽你就逐从,这些柴仔全部残神,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习先生, 你经常说一国两制不动摇不走样, 你那一国两制特色, 就要有个英国普世界国际正在用的法律, 去维持到香港金融中生的人都会玩, 你这一套东西没了, 你又怎样坚持到一国两制, 那麽这班柴仔这样说, 就去破坏那一国两制的优性的地方, 即是跟你堆垃那条大梁。 像不像文革那时那些极左派斗左的情况? 他又不是极左, 文左派极左就是无脑, 是忠于一个人的, 但现在这班人是忠于自己的, 修阿峰他又讲多些, 你就看韩国国歌就是, 修阿峰他又讲多些, 大老板骂到仆街不敢说, 他现在的谈话中就是这些, 所以这些叫奸邪废物, 他不是忠诚废物, 是投机分子的, 香港的土共忽然爱国那些, 所以现在, 好,也有些是无间道滲在那裡, 很毒的他们那些无间道, 扮中心爱国, 但单单事都害到国家出事, 你玩得这么辛苦, 又说人家用中文字, 又我们是用中文字立法的人, 但为何你用个鬼佬来, 跟他什么什么什么, 那你就别想玩人那套法, 人家没叫你玩, 大老, 你有权可以调到普通法, 是吧? 你那麽多事, 替死什么, 袋护中你的乞业, 对不对? 你叫中央不要玩那套普通法, 玩罗马法, 是吧? 是吧? 猛的这班人会害中央的, 你扮香港这些真是废物来的, 还有说他们是废物, 不是我们香港人说的, 上面有什么话? 是田飞龙说的, 大老, 大陆人说他们是废物来的, 全部是废物来的, 还差过废物, 废物都可以再生利用, 废物回收都利用, 这班废物利用不了的, 郭伯, 我刚才提到香港, 但我们觉得如果看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背景比较大一点, 举个例子, 譬如说, 中国经济如果保持到发展, 香港就受害, 但现在好像中国经济是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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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完了, 因为它自己打烂了, 打烂了, 打烂了, 保不了, 它破坏了, 你怎能保得到呢? 还有, 人家是有计划, 去撤退, 有计划, 去发展了其他南亚国家, 代替了你中国, 你说封锁澳洲, 不买人的东西, 澳洲还卖得多过你封锁, 煤炭, 我说得对不对, 全世界都有人卖, 所以他们是全部中国现在最惨点呢? 没有人才我们国家, 大家很公道说, 你叫习孙生来跟我评论, 你上场那群兵马, 那二十大, 他身边那六个常委, 包括自己, 有谁是经济人才? 你黑强那些是见火救火, 鬼鬼祟祟而已, 你自己做总理, 你上场完善自己的机制, 整个市场机制你没有完善, 你怎会被人偷黑拐骗呢? 你还假扮认知吗? 你真的要签名杀人来的贸易合同, 你真的要偷黑拐骗, 博什么?博猛? 你不要相信共产党, 哪个派人斗争没有的, 全部下半人一忧之下来的, 真的, 最大责任是你总理李克强, 你要完善的, 你知道的, 你怎会不知道? 怎会偷黑拐骗呢? 你怎会做生意的, 清乏同, 是吧? 那你自己失控, 失控是自己人作弊, 穿跪桶, 你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怎样做总理? 你看到的, 大哥, 为什么你不知道一带一路出事? 没有情报收到的? 是吧? 那大家出了什么事? 大哥, 你都知道, 全部收不回, 买来瑞拉也借五百亿美金, 五亿我都不会相信, 是吧? 是吧? 你自己做总理, 大哥, 是吧? 李克强最大责任的, 那些人没有人骂他, 是我骂他而已, 为什么扎坚先生不懂事, 就应该的, 你没有理由叫皇帝懂事, 多数做皇帝是黄狗狗不懂事,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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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博士说这个就很对, 我最近看了The Crown的皇冠, 他都说同样东西,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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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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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又想问你, 譬如中国这个经济局, 究竟是在行这个资本主义, 还是行这个社会主义, 那当然是习近平主义, 他一时就是资本主义, 一时就是资本主义, 一时就完全没有了主义, 现在就弄了习近平主义, 你们看不到吗? 习近平主义, 习近平主义, 你们看不到吗? 习近平, 我不是贬值你, 你不是那一样的, 你真是那么厉害, 样样可以吗? 你做个狗就行, 走上去坐在那里, 他最好就什么都没有做, 习近平, 做多就错多, 做多就衰多, 正式那个位置是不应该做事, 你不敢见日本天皇做事? 你不敢见泰国皇帝做事? 拿来搞, 我们习先生现在跟自己有手, 习平主义, 你自己跟自己有手, 我们阻止你不了, 但你跟自己有手, 害我们现在不在安全, 所以就个个鸡飞狗走, 那些党员各部都不在安全, 我们在搞在那里, 我讲事实, 人人之危, 是不是? 你们记得跟我告诉习近平主义, 香港有个性格的郭兆明, 说你令到个个都不认为安全, 那你下面那些盲目就在吹水, 说要保护个国家安全, 你想个国家安全的话, 麻烦你监察习先生, 不要弄错键, 不要弄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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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他是不弄错东西的, 习近平不是讲笑, 你有什么知的, 讲生命共同体, 什么叫生命, 有生有死就为生命, 你泽先生控制到死亡呢? 你看死亡的现象吗? 出世你又不想知道, 你嘴上说, 你又在哪里掉了出来? 现在你又未死, 你嫌卖你便知道 可以做好生命共同体, 但你又不想知道人最好技能呢? 每个人都很拿自己好技能, 但人们不知, 是人类才能很清楚, 你所经历一次死亡的旅程,是你临死的时候, 但一般人临死就多数痛了仆街, 一是患得患失,一是不舍得,就走了保的。 如果你知道世界八百多万种眼见的动物, 它们没有能力去看到生命的旅程, 是人才看到,我们出世不知道旅程, 但我死可以清醒看着死,我怎样死呢?有什麽感觉呢? 你明白吗?是你还可以掌握到的。 这个西藏同盲书有关? 不是那些,那些还那些,那些是另一套的, 但我们讲不讲宗教的,是人类可以经过死亡的旅程, 是临死时怎样死法,但人们没有准备这些东西, 只有害怕的,害怕就不用死, 其实就好了, 那你习先生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又多了仆, 你自己都不会跟我同同同体, 你又不忍用戴口罩, 我们戴得到仆街个人, 你自己又不忍用戴隔离, 怎样命运共同体,搞笑呢? 你当习近平讲笑无所谓的, 我们现在的领袖是很幽默的, 不是踩你,习先生,我是夸张你,很幽默, 对不对?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提到,现在是死不仗了, 但现在你中国那里有没有学术上, 究竟是在行什么制度来的? 它那些是投机制度, 投机? 是,见铺看铺,见火救火, 如果你找不到水救火, 就懒得捅火水当水救火, 不少越大, 现在最大的就是用火水救火。 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外国传媒也有报道, 在各个城市都有示威活动, 用火水救火。 那你觉得现在中国怎样搞法, 才可以回复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是死定的, 我个人意见, 你众伴亲来, 全世界困难攻你, 如果你那些道体晶片封锁你法, 你连你那些防晶器AI智能的技术, 你都要停止, 所有的政策全部都停止, 全部都停止了, 停止了, 它就变成了方仓医院, 弄很多内循环, 它不理会否搞不搞来出血, 但最重要的是, 它最重要的是政权稳定, 这是行第一, 我九千多万个党员没事, 其他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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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所以就不愿意跟你考虑这件事, 它们是不会想的, 讲就可以, 讲就可以, 但你说真的要它做到, 它又无能力做到, 无能力做到的, 现在美国佬它们的贵佬是很毒的, 我不用跟你打仗, 我用你的经济拖弯你的内律, 你又吐不了气了, 再跟着它们想拖长一点, 它们都在做的, 所有以前企业家贪的官员, 就过着上缴家产, 即是割韭菜, 是的, 它又不是叫割韭菜, 它其实不需要, 所以它就要玩那个2.0, 抄家, 抄家上缴它便可以顶到经济, 但是农村没问题, 大家分开讲, 现在你说经济不好, 最伤是中下层的, 两个人打工工程楼会那些死了, 有时就走了, 中产, 中产死了, 找1万多2万元那些便死了, 但是那些人没有什么, 撞不到反应? 撞不到反应, 所以现在中国, 你不会怕它争论, 它现在农村反而比城市好, 它跟以前毛泽东时代, 风村禁村不让你做事, 现在你奸两幅地, 以世无争, 所以它是稳定的, 但只不过就是, 会做了鼠狼, 做不到战狼, 现在走出去, 最近全部低声下气, 王毅都没有出来怎样说话, 声大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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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现在你见, 每日那个对外发布新闻, 那个美女巫灵, 巫灵两海都不会学到 那个华大妈那样呱呱吵, 还有那个战狼赵永, 是吧? 都变了后宫, 是吧? 很正常的, 不会整个人, 但现在有讲法就是, 这个是文革2.0, 但是我们经历过, 你觉得是否返回到以前六十年代那一段的… 返回不到的, 那时代的也不同, 是不是现在原谅返回不了的? 但现在它有一个动机, 我个人看法, 你会无端端作出那麽多荒仓, 它会怕打仗, 因为现在发展到不是中国去发动战争, 我看的国际形势是那些鬼佬想发动战争, 所以它横板上拿了苏碧班做基地, 苏碧班是六百多平方的, 菲律宾,麻利乃,大过新加坡, 我去国很大过新加坡,面积大过新加坡, 你拿这个那么大基地做什么呢? 看着你南海? 不是看着,只要转你, 如果是这样,会否找菲律宾做马前出? 它有很多方法,看看共产党引到哪里, 所以现在中国共产党其实是有方法可以改变的, 我们讲的问题讲的性,有我们的独立建地, 但是是解决不了问题, 今天找你长歌台长帮忙开什么呢? 后来,既然有这么多问题, 怎麽起死回生,有的。 有的,有的,没有想到怎麽上来开咪, 有想到的,那我留下少许, 我們已經經歷過那個年代,你怎樣看毛主席呢? 毛澤東是太小器和太害怕的人 沒有安全感? 直接懷疑心太大,當然他本身是甚麼都沒有的人 他出來拼命,拼了他就好彩,你上到那個位, 他就叫你吃屎吃著豆,你問他有甚麼理念有甚麼理想 你看看毛澤東那些無語錄,不知對甚麼懷疑, 我看他不肯起,第二個看周恩來不肯起, 毛澤東還多錯事在身邊,你沒有責任? 我不要說你犯其他錯誤, 你犯那些一貌田橙十多萬斤,你都不肯錯得, 怎可以博猛?這些是夏曼說人對錯誤的, 還有你毛澤東本身到後期他自知自大, 他就超過城吉思寒那些多難餘, 一代天嬌城,知識關公社大鵰, 你會問他有文化金招, 你如果文化金招,你那個人沒有力, 就得罪,你叫你很聰明的, 為何美國人不幫你, 你和日本不是幫你共產黨, 你又打到江山? 蔣介石失敗原因很多人都知道, 你猜失敗原因是什麽台掌, 你猜是什麽,你猜吧, 蔣介石不懂打仗? 蔣介石是皇军军校长, 他怎麽懂打仗? 不懂用忍? 没有民心, 因为他信基督教, 他投基督要入清邦, 但他王军军就去信基督教, 他不王军军了红筋党、百年教, 全部都是民间斑盲目的力量支持你, 如果他不是信基督教,他不会输得那麽快。 但如果他不是信基督教,就娶不了个老婆? 你怎麽公平,你弄死老婆, 因为他打天下才是两件事, 你什麽古画仔又是, 他就是古画仔来的, 他就是输了信基督教, 如果他信道教,他都不会失天下, 大哥当年道教, 百十几个中派, 几多谭主日周围遍地, 一匹旗,起码李共产党扣不肯都不肯多马, 东岸末年时那些一举旗就全国暴动, 是呀,没有人讲过这个点, 蒋介石怎麽会死就是他信基督教, 抗拒你,中国民间的信仰, 你想你不准拜祖先,所以我不肯碰, 你明不明, 那时蓝月都是的, 是呀, 远高旗那些信天主教, 是呀, 是呀, 蒋介石就死了, 是吧, 这个是没有人讲是我讲的, 因为我研究宗教政治, 很久了, 他的死因就是信基督教, 叫不了兵, 因为他一叫道教兵很厉害, 在中国, 所以就算他后皮那麽聪明, 他临到台湾他都叫张天思之后, 是呀,全部过山, 张天思现在全部过山过去台湾, 是呀, 他就希望利用他将来去反攻大陆, 不如你利用他的手拿去江山, 你别人信基督教啊, 大佬, 你别人笨齿这样的, 他后期才醒了, 才叫我张道长去, 对不对, 这个是历史来的, 我没有吹嘘过, 真的是他叫几个人去, 一个孔子后人, 是呀, 张天思一个蒙古那个活佛, 他叫他去的嘛, 是呀, 我们讲完天下大势, 我们讲完我们自身, 香港郭博士, 你便以为没得救了, 讲刺棋不是很多人没得救, 但你走开就不用怕没得救了, 都逃过天地了, 三百整三百万本BMO, 怎能没得救呢, 即是香港和香港人要分开, 是呀, 你不一定是香港人要留在香港, 是呀, 你怎能不能救, 即是这么多门让你走, 大哥, 你走去国家英权, 你走去国家英权, 起码要花几百万, 如果投资过千万的, 以前, 我觉得不对, 对不对, 现在你投资了千多万, 你拿过英权, 现在不是, 一阵子你都不用问了, 就给你了, 英国人都叫爽快了, 这个算不算我们的福气? 有因有果的, 因为香港人都为英国人服务了这么多年, 他都赚不少钱, 还有英国人他也叫做, 在政治理念上他都是生事, 他不希望你拿着英国BMO的海外公民, 被人虐待屠杀, 他都丢架, 他真是害怕的, 还有他重要的, 剧情需要, 你这帮香港人本身都受英式教育, 还有个个是年轻化的, 有钱也不容易, 上年纪的有钱, 中产阶级, 没有钱的有年轻有力量, 他填补他那边的真空, 所以他没有死财人也是, 所以现在加拿大构山艇又好用, 澳洲构山艇又好用, 你自己不用, 你超过五十岁, 泰国可以十年居留永远, 很简单,怎会这么复杂, 但香港是不适宜生存的, 如果你生存的话, 你就要全部四个大字关闻人士, 你便前往大陆生存, 就让国内的人填补香港算成数, 因为你跟他有文化冲突, 你便意识形态, 为何国内无事呢, 国内是很舒服的, 如果你不搞政治, 在好的地方环境, 山明水秀, 你便回去游山换水, 整个中国那麽多地方, 周围事部分, 人一片一个人去其他秩序与拿大 lived in, 但年轻人便不يد persuaded, 香港那麽大问题, 你前度就要有钱便可以吗? 年轻人出去出去闯世界都有机会, 每个人都有功率, 每个人留下留下 mail, 半壁辅退退退了, 全人死到相关的 Bitcoin, 比赛世界所以 fet, كم率者受到损失, 香港人 Does 손ans 你以为那些年轻人有屋住就不搞事吗, 全部搞乱错了,四个特首搞乱错了, 是温家宝知道深层次矛盾在哪, 但他不肯说出来深层次矛盾在哪, 就是你的理念制度不肯统, 因为现在这些年轻人过去读学几年书, 十多岁都读完中学,社会资讯很拨贫, 怎麽你共产党不肯守信用, 香港人本身又抵抬死, 曾杏权用忍上九猴二虎之力, 整个普选特首给你待着先,你不肯待, 能挂得人,大佬, 你戴耀廷这些搞事, 生为大长想到事出来被人拉47个人, 你计算个数我才相信你去搞, 他说大事,其实他要复复, 你是大律师, 你是大事,你说无事的, 一搞到四十几人拉丁了, 蹲在那里,搞什麽事, 他真的要复复, 他不复复,他又更加要自焚, 用桶电油淋了自己, 电子出去,我真是说你戴耀廷去, 对了,你拉丁了,不是, 在那够粒又搞占中学城,搞死棍, 怎麽搞到这麽样, 他们不复复的,又无胆又无料又无水, 又要拿几个钱,被人告到七彩, 搞什麽东西, 没什麽搞,香港死就死, 被那麽麻毛搞死, 土共又麻毛, 他怎麽都扮不认识, 还看着耶知其佛,他走哪裏, 他没有拖了自己, 那麽搞民主那些政筍, 为人欠立法会的议席走入去, 就执多两元钱, 有些社会地位,阿姨阿庄就亂搞, 博选票而已, 我回归前叫中央政府, 我们用英国老套东西, 没有粮粒就没有人交捩了, 你会不会选呢? 去那些吃那班葡萄米,有两个钱, 那个江湖地位,你不会整袋石龙小姐走去, 挖中水中拿选票,拿利益, 他们不仅知道中国共产党没有粮, 没有那个粮度,没有那个胸襟, 他有都不能做,因为他是被制度锁链死他, 江泽民敢做吗? 他都不敢做,不敢做的, 我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一个研究院, 他介绍江老总入党的老人家, 跟我们说,郭先生是你们才能搞这些, 总算计都不肯搞得, 是否意识形态, 即是招牌? 是否意识形态,他都无权搞, 所以你记得经济报或信报访问是赵紫阳, 就问及到中山宣传播这些问题, 赵紫阳答过记者, 那些东西我可以碰到吗? 你明白吗? 因为中山宣部长不是李总书记委任, 他说党大会委任的那些东西, 你估他不敢做, 他说我碰得吗? 他开支笔一舍,舍一舍就行, 对吧? 一谈你,你还要下台, 我觉得对吧? 他们都不敢做, 当时游戏很难玩, 当年你那个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宣言部长 就是叫地下总书记的, 对吧? 郭柯次刚才你提到, 为了一些想法可以帮我们, 究竟是什麽想法呢? 第一,香港要搞特赦, 即是这几年坐牢? 就算现在你都不给人担保, 你说你习近平先生公开讲过, 叫我们超敌特首好地去维护那个普通法的精神, 你有知灵战狗, 我们超敌特首不肯用, 最惨就弄养了弟子, 根据普通法不可以被审先判, 你又不用公开讲的, 鬼鬼祟祟祟, 你们要申请, 再申请上课来拿担保, 叫法官判给你担保就算了, 第二,以前犯了政治罪的那些年轻, 全部假明一半, 出来三年内不犯法, 全部往底取消, 那些父母家长都当你神宴拜, 怎麽样子背着往底很失际, 那些人不犯人走, 现在这些人不犯人在本钱, 很讨论而已, 不在本钱就立即做得, 你不犯人做, 香港的气氛要做好先, 真的, 如果做了一招, 做不犯人很厉害, 但他们做不犯到的, 是难做的, 如果做到, 这个就真的千古一帝了, 你记不在清朝, 上海的海关是找英国人做班军, 是, 黑德道的黑德,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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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大帝拿个命令, 大家不要在这吵架, 我们香港要让人知道, 香港正式是一个金融中心对外, 我请英国人一帮人回来, 做一个政策团在香港看当, 叫彭定康帮手, 叫彭定康帮手, 那整个形象很同, 人生如舞台, 你都不懂得执弱, 都不懂配角, 只能说英国一个, 德国一个, 美国一个, 整几个顾问团是长期在这, 不是说来不中文, 不是长期在这, 是负责整个香港制定政策, 有权力给他, 出粮的, 这很厉害, 为何呢, 大佬真的要信人, 证明你, 现在证明你真的信人, 让外国人当国际金融中心, 他来帮你打色体档, 是否很重要, 你香港解决到问题, 你更加要开放那些报警, 传媒, 连两个人说是没所谓的, 真是的, 如果你的共产党九千多万个党员, 被人说两句, 他丢了的表情, 你不可以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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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另外有权的无间道, 土共那些他们就要小心, 他们不忍知的, 做了无间道都不知道, 光忍到忙, 你国家真的要自己清理门户, 你香港弄好国际金融中心开放的话, 很简单的, 还有一个东西, 你洗黑钱的东西, 你何必要救他, 你不可以说你开个户口也开不了 现在你开个户口 怎样叫国际金融中心 你不是多鱼 我吊得你少,陈六波,你这个鱼子 这些估计就要吊他 我吊得他有理由 你自己说要搞国际金融中心 习近平歌仔你听着 你的马仔陈六波 你不要开户口开不了 有个朋友来做生意 怎样叫国际金融中心 搞什麽东西 这些是很重要的东西 怎麽你不信人 不是这样不信法 你不信人 你闭上门不要搞 你要比新加坡更加灵活 更加要大刀斧斧 此其日香港问题外 特别你的教育 不是搞这些无论来头东西 这些年轻人都不让他教他赚钱 你现在由小学中学大学 没有教年轻人怎样理财 有没有教你读书 没有 那这些东西是怎样的 你得了一个足够失败 又不懂懂懂看通性 你不懂在讲中华文化 又不知趋急避空 那就死了 本人属套基本法,本人属套国安法可以生金, 怎麽全部搞错了,他就被这些无间道差归仔, 误告了中央政府,他们不是的, 其实买了那间楼就无事了,浪费气, 他们现在无地方住吗? 家里大家都不能回去住, 浸会的学生是郝章卫,他临走时坐牢明年来买一层楼, 有二千多万? 是呀,你会无地方住吗?全部选错了, 此其一香港的问题,你这样解决, 台湾一定要签一份和约的,五十年不变, 保持现状,大家不要连入登记, 全部押后将来慢慢再,适当时机才再处理, 这是形势的,台湾问题解决, 不需要经常被那些鬼佬打三楼, 又要买到军火,气氛便好, 新疆那些就用回毛泽东那套, 你记不记得毛泽东讲的, 中国分了25个国家, 新华社报导我出来的, 我们不要讲分裂国家,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保持整个新的中华联邦, 尤其从香港持庄, 你将新疆160平方公里, 你给50万平方公里, 麻烦你去新疆, 扫了两个那边,西藏又是如此, 将它做了两个屏障, 麻烦你去联合国拿钱, 我扫了你, 我扫了你, 是中华联邦来的, 主权都是中国, 但它全部自治, 即是等于那些独元体那样, 现在你每年给几千亿, 要起老吧, 你又浪费气, 好像在国海, 是吧, 那你已经没了新疆问题, 没了西藏问题, 我觉得对不对, 是很简单, 不肯仔说那么多话, 是吧, 那你跟着你延善那个, 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党内的制度, 党内的建设不肯得, 你的党员是神来的, 你无神量, 你叫做圣人即是做神, 见到那些鱼不肯吃了, 是吧, 它在党员建设, 有一个很规范的催灵, 每个人要断食, 每个星期休要吃素, 是吧, 如果你那么讨厌它滚的话, 我会给一个度假营给你滚, 派七条女给你, 你搞不论, 为什麽就吵了, 你老母东姑, 这些是应该有些内部的方法, 是, 反而古代有这些东西,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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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训练你那些客属的人, 就是心灵承受得起冲击, 哇, 我怎麽弄七条女来, 慢慢要, 那些女生要写个报告, 说要交个货, 我怎麽搞一个礼拜, 以后你见到女人, 你都走啦, 哈哈哈, 是吧, 是吧, 这个你要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对峙, 你的党员操守是不肯定的, 整天自己欺骗自己, 那要自己人怎麽自律到, 那麽多酒色财力面对, 还有你的权利那麽大, 一方之主, 有权利便自然会腐败, 那些人送上碗, 拔你的亲戚子女父母下水, 那些姨妈姑姐下水, 到你法国时间已经太迟了, 你够不够, 是吧, 所以那些制度一定要改, 还有你自己党内民主也搞得不好, 所以那些人经常在中国讲民主, 我搞什麽差, 他自己党内都未搞得到民主, 你拆小两下鞋都死, 是吧, 总书记讲话你不肯鼓掌又死, 不插骨骑又死, 撕错鞋又死, 有人托你背脊又死, 你自己党内民主也不健康, 怎麽办, 但我刚才所讲的几个达元室做到, 是无事的, 还有你真是要很忠实去执行在国际上的合同, 尽量少讲些无论为事, 你搞得店隔离了, 国家已经安定了, 一带一路不肯搞得, 你搞新界开条路都不肯拦, 他以为搞得店那些严任的官员, 洗黑钱, 他一知自己又有钱落袋, 便怎麽办, 他现在搞一带路那些负责人, 不是望成功的, 弯领了就没首尾, 是吧, 他一个政府倒台, 斯蘭加密, 政府倒台, 然后又重逃, 又来过国家瑞拉那里, 是吧, 他之前那班人, 弯领了, 没首尾, 不可抗拒, 所以现在你国内很多单位有什麽事, 他放火烧了, 所以为何特别多负粥, 就是这样搞的, 是吧, 没首尾, 所以整个制度不肯健康, 提到一件事, 都趁着这机会问郭博士, 港元会不会被追击呢? 追击港元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的区域那麽小, 中国政府有能力backup到他, 中国政府有权装你那些追击手弹弓, 他有这麽力, 香港不是单单独头, 用一个国家的力, 用政治上的手练方法, 所以现在的人在吹水搏梦, 那麽多货币不追击, 追击港元托帕, 他跟你那样挂钩, 如果到港元有事, 就不是有人去追击你, 是美国佬认为适当时间, 你无收入, 你的货币挂不起, 如果你说挂美金, 过多个国家都是挂美金, 挂美金有条件, 你有無外汇? 还有你的社会有无收入, GDP有无收益, 外汇是基本的, 你无的无挂美, 接着他认为政治上的剧情需要, 要搞好残利, 他一拍板你就会残, 但又想回头, 我不敢挂你, 我立即挂人民币升了水, 所以你最后要小心这件事, 我觉得你对不对? 提长, 我又挂人民币, 那你虚得我仆街, 是吧? 他口拳玩这一套, 所以这个我们反而不是很担心, 反而是担心股市不会升, 很难, 我自己都觉得, 如果你现在年轻都不买港股, 买美股, 是的, 你买到吗? 你没有动力, 你完全没有动力, 你现在要等中国, 改完善了整个国际环境, 俄罗斯的战事停了, 中国内部也稳定下来, 在政治气氛上, 值得回来再探路, 差不多由头玩过, 就不是将一杯打烂了再用它捕, 不是, 直接要换过整套新的杯把开堂, 新人自身作风香港, 所以我们不是讲它黑身, 我们看习先生受中正寻, 有个大转机, 他受受中正寻, 你真是神龙教教主人, 受与天齐, 但是你记得康视, 我们文家亦说, 毛主席万十无疆, 你要说, 我真是这样说, 你未死也口吐吐吐, 做不认得到事, 所以大家不用那麽灰心, 习近平是人来的, 人一定有个世受, 一下不觉意就这样, 那又有个新的局面, 新局面好与坏呢? 不知道, 但起码又有些人博一博, 又多一套游戏看, 总之有希望, 你现在的世界看有几个人死的, 普京, 很多人看我死的, 有个时局不同, 新陳代謝, 这个不是黑心的, 没有贬值的, 世情是这样的, 跟郭博士聊到开心了, 我最后想问你一件事, 就从你个人层面出发, 譬如在一个乱世裏, 一个个人, 他怎样可以保持自己那种精神, 或者保护自己呢? 现在要靠什麽宗教力量呢? 宗教力量就不够的, 只有个心理上安慰的, 你到个战场就不可以靠个, 虚无缺缺的, 虚拟文化不够力的, 第一, 等于你刚才来到, 你都在练功, 保持身体健康最紧, 起码抗体力都强, 免疫力, 这是最重要的, 本钱的, 第一是心境, 心境不是看化, 要看通, 不肯定些千万不要斗, 真的, 这件事最重要, 稍微有怀疑的, 在这样的时代, 就不是立刻去斗, 或者在投资的。 你的意思是, 譬如是钱的问题? 是的。 譬如可以用货币, 你都看不通, 加上货币。 它没有人照保的, 怎样会买呢? 总之你就是要保持财政, 先不要欠人钱, 不要说有没有储蓄, 不欠人钱, 你就很饿了, 身体健康。 一个人的开销很少, 我今日给你38元, 我在你楼下旁边, 那裡有当夜大家下, 土餐, 有鸳鸯炒饭, 有个汤菜, 我吃完餐饭, 走上去台长开麦, 接着我经过, 还买了一袋鸡饭今晚吃, 45元, 一天都用不了舅水, 所以你不要制造自己给压力, 因为香港很多东西玩的, 很多民喻中心, 政府搞的老人中心, 很多东西免费的。 我喜欢去图书馆, 国色其色, 国色其色, 如果你再努力走走, 你走完街, 看完东西, 买两宋一汤, 二十几元, 多抵食, 很便宜的, 你搞定的, 而且整个香港, 趁现在什麽都不行, 又未有事做呢, 多些看书, 多些学习, 增长技能, 学拖门技术, 一个星期去画路线图, 这个星期去香港哪个景点, 有景点去问他, 你不要说去外国游浮, 你香港未能行文, 国国生态, 这么多景点, 是吧, 你个人很健康的, 有空在家, 那麽多音乐, 那麽多东西, 一弄下来大把东西看, 免费全部都, 全部免费, 你自己调节的, 好啊, 但如果你有些多元钱, 在这些时间, 是最多机会的, 我由这三年来的疫情, 我赚钱多过以前做事的, 赚了什麽钱, 金融市场铺铺中, 因为他很明朗的, 我说这条狗出来, 那麽会影响哪个, 那麽又中了, 他现在是很清晰的, 但原则, 有个和乌战争压住, 有个台海风云, 有个南海风云, 有个东海风云, 北朝鲜, 古人征败, 即时代好的机会很难上, 赚下就快的, 等它上到那个点, 你便沽一阵, 但你经常见过, 曼你长空的, 我不一定要升才赚钱, 很多人的沽念上, 就说要买东西升水赚钱, 但多数都是这样的, 但我们不是, 我目的是赚钱, 我理智得你升跌, 我最好是卖硬, 所以在三年内, 我赚钱多过以前, 厉害的, 老实说一个星期, 执百多万美金, 你怎麽容易, 我好想多时一个星期, 执球几美金, 大口气, 好想湿碎, 不敢讲给人听, 不敢讲给人听, 因为兄弟给点料, 加上我们自己有料, 再有兄弟收料, 你能执球几美金, 被人吊全你, 你怎麽搞错, 执个名字少, 它那个市场, 一路就执千多万美金, 一个星期, 很恐怖的, 那个博会市场, 很大, 新加坡, 你不可以讲给人听, 执百多万美金, 一个星期, 我笑很多次, 执百多万美金, 我屌你, 怎麽都不敢讲, 是呀, 赢了赢了, 怎麽敢讲, 被人不屌, 怎麽搞错, 给消息你, 怎麽执消息, 所以现在的世界, 是很多事要做的, 最简单, 譬如你普通人, 现在你都知道, 中国那麽多事, 不可以去禁民, 制裁, 你有亲戚, 朋友有路, 搭到路, 国内有亲戚, 要买东西, 弄清单给你, 你跟他执约齐 cash交易, 在香港交收, 我不肯和你混入去, 都赚很多钱, 我教了朋友赚很多钱, 在香港交收, 你无人设置收 cash, 什麽都不肯搞, 货到磅水, 拿就, 在香港交收, 我不跟你混入大陆, 他自己搞, 但他们是缺货的, 很多材料, 现在就算你肯做, 你那些水下都赚钱, 有很多大飞, 不是说笑, 由中泰边境更多, 中泰边境来去都有, 现在中泰边境慢慢升, 出入都慢慢升, 因为中国是很聪明, 他留下个loan, 我的货在越南做, 他当在中国做是有, 在中国招了单, 我又在越南做, 赚了钱, 拿到quota, 他们很聪明, 那些货买了又在泰国边境入来, 无查关, 每一个星期有一段时间, 有几次大家知道, 出入都无检查。 郭博士, 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东西, 你需要是要这样做的, 你让一让禁, 我便不肯碰, 他不留下条线, 抗战时也是, 抗战时, 你华欣东为何会发达? 是呀, 所以大家不要跟太负面的人聊天, 很多财劳是中国香港人, 总之因为香港有一个很特殊的历史, 中国不碰香港富贵, 是呀, 是呀, 刚刚调传的, 我们现在的范围是建筑在中国的仆街身上, 是呀, 最后真是想问郭博士, 刚才你讲了经济上, 钱方面, 心灵上有何宗教的修炼可以推返给大家? 没有, 宗教不够力了, 太落后了, 美国都改了, 六十年代禁止上课读证经, 以前六十年代前要讲证经第一课, 他一到上月球后就取消了, 咦不行, 你再用这套东西会塌, 用了人权平等民主法治去代替他的信念, 要改的, 但是我们要接受, 世间不是每个人合理台长和我们这个水平, 有些他是需要一种神的力量, 他才可以依附到生存, 所以教宗也很坦诚曾经讲过, 他说你要令到世大人相信证明无神的话, 很多人失望, 所以我又不否决别人相信鬼神宗教, 但一旦你问到我有无用, 我说它是无实际作用, 是一个心灵鸡汤而已, 最实际的作用就是你自己的努力, 你一日做多两个钟就多了两个钟收入, 做终点来算, 勤力点, 这个便是现实, 我基我自己的技能, 我最重要是哪个力呢? 就是神的力, 现在我叫大家, 现在天时地利人和不够用, 天时地利人和都弱了, 要靠神的力, 神的力不是现在民间信用那种力, 是你自己的行为的道德那种力量, 就是神的力来的, 人家是来找你的, 现在中国共产党就无人是神的力, 人家是如有神座的, 你遵守合约精神, 那个就是神的力来的, 它无实质的, 不过信念信不信你, 那么屌你, 信很重要的, 那个就是神的力来的, 所以耶稣教也要讲个信字的, 现在我们大家年轻人, 你最重要, 你神的力来自这边呢? 这个就要澄清了, 就是来自你的行为守则, 你做出来是道德力量来的, 就有人信你了, 那就是神的力, 天道酬勤的,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老爸留下几栋大厦给你收租的话, 那你就要靠神的力了, 现在神的力就是你自己的努力, 加上是道德的规范, 你想想有几多个年轻可以这么红, 吴逆法, 大家很冷静讲, 他一破灵卖了自己, 没人教, 是吧? 如果你玩, 你不可以下流, 你下流就当风流, 就破灵了街, 十三年了, 很难熬的, 还要罚你六亿, 是吧? 是 很难得这么年轻, 这么红的, 对吧? 台长, 他算不算红? 看年轻一辈红的, 我们就没有什么不懂得欣赏, 很红的, 做多少代言人? 是, 他加拿大值一点, 是不重要的, 是吧, 但你是可以不珍惜, 一念之间, 你就自己搞到这样, 这个就是你没有了神的力, 没有了道德的规范的力, 你可以玩给钱的, 普普清, 而且你会玩给钱, 也不需要大摇大摆, 大摇大鼓, 是没有必要的, 这个是要有人教的, 因为现在这些年轻人, 很少去请教长辈, 所以我经常叫那些年轻人, 背熟通性的真港人民, 就救到你了, 那真港人民有提你在这方面的事, 是有些警惕的, 流传到那麽多年的文章在这里教人, 你背熟了, 你自己会叮一声走出来, 说在凌向谷, 直中取北向谷中求的, 又不斗, 有些钱都不斗, 现在你是何时福不知, 所以最重要都是道德的力量, 就是说你天时地, 人望不够, 现在这个时空, 你就要靠神的力, 神的力来自你本身的动力, 所以我经常教这些年轻人, 你不喜欢听音乐曲, 不喜欢大戏, 你买票, 请你老爸老母去看大戏, 陪他吃餐饭, 这个是孝道, 我们扮试看就更加聪明, 这个是孝道, 他老人家出去看演唱会, 你都可以陪他去, 他年轻捧那些歌声, 这个是孝道, 好过死人作, 你两个晚笑完, 没垃圾, 没垃圾用, 你的孝道是感应到神的力, 因为你老闆看到你孝顺父母的人, 有不同看法, 对不对, 这个不同看法就是神的力, 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年纪比较大, 有什么方法可以保健? 年纪大是最好找一条年轻女儿, 如果没有老婆的话, 真的, 这个正常, 因为你年纪大没有老婆, 没有人理你的, 你认识过年轻女朋友, 包你精神, 说你年轻一点, 不是讲笑, 心境不同的, 你不一定是说那些男女识情, 领略不同的, 我今年都七张多, 你和我见过, 现在我都保持到精力, 很厉害, 葛博士, 滔滔不绝, 两条线, 大佬, 有几个老婆, 一眉, 水, 你放射咬, 因为我拿了拉审, 我老婆同意, 这些是比较特殊的案例, 我们叫代妻, 代妻, 那些是我们印度的一个制度, 即有代妻制度, 即三个月, 一年, 最长都是三年, 不可以, 一身人可以有三十六个, 我用了十一个, 不是十二个, 但你是很开心的, 因为男人如果你对性欲没有了, 你会很快衰退, 所以保持你性欲的动力在这里, 你听中听着, 这个很重要的, 是的, 如果你不生女人, 你已经等死了, 这个是生理上的机能, 你来个世界, 因为你有这种机能, 你才来这个世界促势, 你不会来的, 你有求生的欲, 所以你是要去享受世界, 但你去享受世界, 不需要让你老婆知道, 你真是搞女儿, 拖她通街行, 你老婆没面子, 是吧, 很需要让家人知道, 但你剧情需要, 我试过有个女士, 跟我说她很不开心, 因为她老公很提早不举, 我们是鬼鬼祟祟走去找那些武士搞洞, 那些教人跳舞那些, 我们不仅是找一个, 你当真是享受世界, 我们千万不要让家人知道, 这些都很精神, 找一件身都可以, 是的, 帮个英俊, 今天听郭博士很多做人道理, 何博士, 不是道理, 我们会面对世界, 可否有空再上来, 指教我们? 别说指教, 因为这是好事, 因为你都知道, 我一向当社会工作做, 为何呢? 刚才很简单, 流一句出来, 你由小学中学大学, 居然不够你赚钱, 教什么东西, 这个时代金钱就是上帝, 你不教我管你金钱, 再不教我, 为何我可以用金钱来赚我, 居然不够你大学教什么东西, 就是教我出来打一份工, 全部不够用, 对不对? 台长, 另外很多东西, 我是男人, 有七情六欲, 我面对美女近身, 怎样去处理呢? 都是学问来的, 有没有人教, 我觉得对不对? 可能都是没有教的, 学校, 整个学校唱歌曲, 那是大电话, 大哥, 不够用的东西也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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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为什么有股票存在呢? 又没有人教, 那股票的功能最重要是什么, 又没有人教, 全部没有教, 小学中学大学没有教你赚钱的, 那你能不能理解? 另外, 你说什么, 又没有人教人, 考上父母, 你只学一样东西, 我为何过老婆, 我这样有资格拿拉审呢? 我九成九的身家, 先给老婆的嘛。 打跟着调造, 不, 你女人隔你而已, 他女人一身人, 就是命运摆你手上, 他信得你过, 当年我做公司的share, 我律师祝爱柯尿的, 我说吊角山, 你有没有搞错? 你老婆一吹鸡, 你三尺地都没有, 你要学习本事嘛, 所老婆大教训, 不肯理你了, 他九成身家, 他拿着, 好了, 这一样什么好呢? 我自己就走出来搞二人公司, 还充直撞, 虽然今天隐住了, 但本名无事嘛, 你明白吗? 明白。 男人最重要你有家室时间, 令到你家有安全暴力, 你自己怎样还充直撞? 输了, 输了便继续, 我说对不对, 炒到尽, 但你的大宝内不动, 所以要有部署的, 不是说隐隐隐隐, 你埋在家, 按个电脑自己打飞机, 不肯定, 输了死你, 你炒一条菜也有师傅教, 别说出来做人处势, 对不对? 我只有一些台友, 上有节目复他, 问我怎样吃烟, 我们知不知吃烟的好处? 第一, 我多年的职业, 扣烟仔做继时炸弹, 没理由他做不忍道, 好了, 支烟仔可以拿你命, 为何呢? 我里面有很短的竹签, 我见过你了, 一插下去那个, 一插你了, 不好意思, 有唐门的毒药, 这里面有支利器, 一拍下去你就死了, 你过关的木签照不到, 木签滲了毒药, 我亲眼见过郭博士表演, 那些快车来, 只要插到木板上, 我有空跟你学习, 好了, 你那些烟仔, 你在烟仔和火机烟仔盒, 是救到你命的, 你在街边, 突然间街头中越战, 你一拿火机, 一插他, 他折一折捕, 你便走掉, 扔个烟仔盒, 他折捕, 前意识他停一停捕, 你便走掉, 好了, 如果你真的打完新战, 你一拿着火机, 打个锤下去, 力度不同, 兄弟, 你明白, 所以很多东西用的, 你别说你拿火机, 坐下去, 你手都不用痛, 坐一下, 是吧, 这是很深的学问, 而且我们在江湖上, 以前有人问问题, 会台长问我问题, 我不用想答他, 但我在某个场所, 问到政治问题非常敏感, 我要想一想, 因为怕别人睹背脊, 大家拿口烟出来点点, 想一想办, 停一停, 很多作用, 所以我可食我不食, 今天我便拿口烟不食, 完全无影响, 但这个我们很多作用的口烟仔, 上台讲素, 整口吧兄弟, 跟着给你点火, 打一下就坐在那裡, 就撑在那裡, 手一给你点火, 就躺下了, 例如我计过数, 这张台正在打的, 我就先动手, 就要拿口烟仔出来, 这些学问很深, 很难门, 不讲是没什么人知道, 是武器来的, 但你告不了我, 今天讲了多久了? 整个多两个小时, 不过你讲到流水行怀, 都不太用了, 你问得多好问题, 因为你知道最重要是哪件事, 今天终结一下, 第一你问到, 虚还是流, 我结论一是有条件要走, 因为你随时可以回来, 没有人所知你回来发展的, 但亚洲是危险的, 亚洲非常危险, 而且它看不到前景, 我叫了一些朋友学生, 就有BNO先拿, 可以不去, 拿了不去, 拿了不去便放在那裡, 拿起手, 便可以走, 还有些很幸运, 我介绍了两三班, 有些单身女儿, 无端端竟然个人收拾一班, 三百万, 原来大陆有一些富二代, 想移民英国, 移民到的, 结婚了, 他真是, 他真是, 我说你, 你正经设计谈典, 我在大学, 在外面, 认识到有没有富月代留学的, 留学妹, 那你就真是, 扣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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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呢, 他给好多价装你, 无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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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说的硬不硬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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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四面也是在这个位置 那时候你只知道教学家搞很多工作 我有酒店买了回来 别人个人说地产店教我自己的声信 这个要叫大家不是有多少学问锋 要有福气 刚才所说的人有效度 有道德力量令你有福气 如果你无福气 你拿回来就好像水平般 左手右手开 你沒有道德力量承載去,那便變了禍 用你的環境、拘勢去做一些不正當行為, 便坐十多年牢,多謝你,第二天再經過 好,第二天再經過,多謝郭博士,OK,拜拜